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们没法追剧 就跑去看罗云熙以前的剧 这一看不要紧罗云熙被扒的只剩下裤衩子了 原来罗云熙刚出道的时候演过一部剧 饰演一位跳水运动员 在里面经常穿着泳裤出场 如今这部剧又被网友们翻出来 罗云熙被扒的只剩裤衩还上了热搜 吃瓜群众一边疯狂村徒一边笑着吐槽 本以为被扒的只剩裤衩是个夸张的形容词 谁知道竟然是真的 有人让常月静明赶紧更新 要不然裤衩都保不住了 然后就有网友表示 比吴雷好一点 好在哪里 但是好在罗云熙好歹还胜了一条裤衩 而吴雷真的被扒光了 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直接把吴雷在哪部剧 哪一集哪一分钟被扒光的都说了出来 谁能够想得到啊 明明是罗云熙被网友们扒 结果最受伤的竟然是吴雷 不过很快吴雷就解脱了 因为又有网友报告 说其实罗云熙早就被刮扒光了 一位吃瓜群众告诉大家 罗云熙有一部终极网游的剧 里边连裤衩都没穿 只靠着巨方的马赛克遮挡 好家伙 罗云熙这一把的真彻底啊 让观众们以后还咋直视贪台劲 吓得长月静明立刻更新了 可惜啊 只有一集 恐怕也是无法阻挡吃瓜群肉 继续把罗云熙的热情 不过反正都被扒光了 也没啥好挣扎的呢 估计罗云熙本人也躺平摆烂了 被扒光什么的反正又不是她一个人 没啥可怕的 据说这部剧叫吓着心跳 为了演好跳水运动员这个角色 罗云熙还专门去学了跳水 看到罗云熙跳水后的水花发现她学的应该还挺不错的 从这一点来看 罗云熙作为演员还是十分敬业的 如今愿意在角色身上下功夫的年轻演员啊真的不多了 炒CP的热情都比钻研角色大很多 很多原本只是达到极可县的事情啊就能被拿来歌功颂的 别说雪跳水这种高难度的事情了 连首饰都能够被夸上天 根据《长月静明》的花絮大家也知道了 罗云熙在这部剧中一样敬业 战神明夜耍的那把长枪并不是道具而是真枪 重量高达40斤 看似手无腹肌之力的罗云熙竟然把她捂得糊糊生风 看来罗云熙背后没少下功夫 也没有因为走红而忘掉初心 还是一如既往的经验 其实《长月静明》刚播出的时候 大部分观众对罗云熙的观感并不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真的太瘦了 罗云熙太瘦了这个话题也不是从长月静明开始的 好像从任狱之后一直都有人嫌罗云熙瘦 刚开始看到大家的截图和动图 我也觉得罗云熙确实太瘦了 不过后来看了剧之后发现有了剧情的加持之后 她的瘦倒也不算是突兀 而且罗云熙身上除了瘦了点之外 也没有什么槽点 颜值扛打 演技在线 还敬业 对观众来说这样的演员已经很难得了 谭台镜这个角色拥有多重属性 魔神时期的冷血 人质时期的卑微 战神时期的威武 警王时期的霸气 演技差一点的还未必是能够将角色的多重性都展现出来 很显然在这一点上 罗云熙做的还是不错的 从剧情上看 长月静明的可追性也是挺强的 除了剧中的几对CP的感情线 最吸引人的是剧中是不是冒出来的笑点 比如在第二十集中谭台镜在祖宗祠堂里 对夜席物说 选一块你自己喜欢的地方 看一看将来想要被埋在哪 好嘛 过去有张翰为赵丽领承报一堂 如今有罗云熙给白鹿选祠堂 编剧的脑洞真的是越来越与时俱进了 人还没死呢 埋哪都想好了 男女主这一弹情书爱的方式还真的是情形脱俗啊 目前的剧情谭台镜已经快要爱上夜席物了 所以啊 后面肯定还有的虐 毕竟夜席物现在千方百计 想要让谭台镜喜欢自己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一旦谎言被戳穿 谭台镜会不会因爱生恨止于皆谋化 而且不用想都知道 当夜席物伤害了谭台镜之后 肯定会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了 到时候两人又因为误会而无法在一起 虽然知道最后一定会破镜重圆 但是中间虐的过程也少不了挫折 反正套路就是这么个套路 但即使知道套路 大家还是追的津津有味 毕竟除了男女主之外 剧中的一些配角也都很不错 随着长月静明的持续爆火 该剧中的另一位狐狸精 也引发了诸多的关注 孙珍妮饰演的偏然火灵火现 楚楚可观 不愧是剧中最为出挑的一个角色 孙珍妮仅有23岁出演的影视作品并不多 没有想到在长月静明中 凭借偏然一角 强势出圈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外部形象来看 孙珍妮属于比较甜美的类型 五官比较精致 在剧中刚出场的时候 她穿着一袭紫色的纱裙 清风吹过 曼妙性感的身材一览无余 即便是安静的作者 也能够看到她的优雅 作为火灵精的设定 偏然的一己一动 都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当她设下赌局 等待叶清宇到来的时候 对方一见到她 立马就愣住了 偏然的美 让叶清宇暂时失去了思考 她沉醉于这个时刻 从很多的镜头中 可以看到 当阳光洒在偏然身上的时候 洁白的皮肤 更多了几分仙气 此刻的她 不像是狐狸精 更像是带着 诸多仙气的仙女 没有千姿百昧的妆容 具有 射人心魄的独特魅力 尤其是 特写镜头中 可以看到 孙真妮的皮肤状态极好 干净的没有一点瑕疵 就像是 专为偏然这个角色设计的 当然也有观众质疑是 拍摄和后期的滤镜问题 但影响不大 不得不说啊 初次看到偏然这个角色的时候 她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才是最吸引人的 时而眼波流转 时而妩媚万千 不仅是叶清宇 不敢盯着她的眼睛看 就连匆匆一过的行人 也是以不开眼睛 再到后来 偏然成为了谭台剑的手下后 她的造型和妆容 再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神靠衣装 马靠安 可以看到的是 在一席红衣的加持上 她的眼神多了几分的犀利 更像是狐狸精了 个人最喜欢的是 剧中的小狐狸精 角色带感 演员漂亮 演技也不错的 你呢 你最喜欢 《长月记》名中 哪一个角色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